青春的很陽光的 並且很勇敢的一部電影 一個外國人寫信到這個劇組 說感謝這個劇組 他好愛這部片 當年給了大家很多的勇氣跟希望 所以我覺得這些東西 反而是讓我更感動 就是說這部電影在世界的角落 可能安慰了很多孤獨痛苦的臉部 青春的很陽光的 並且很勇敢的一部電影 經典春愛 熱情 熱情到光 那時候台北隱隱於約 感覺上好像有可能可以成為 亞洲的彩虹首都了 我想要把感受到的氛圍拍出來 有別於當時台灣電影的電影 我們當時拍的時候是非常純粹 這是35厘米底片拍攝 然後你要把它弄到水底下去拍 這個型號準備要停產了 所以反而我覺得現在這個電影頭 原先有捕捉到的一種美學 其實再也沒有辦法被複製出來 所以就是這個我覺得很奇妙 因為後來的影片也不太一樣了 一個外國人寫信到這個劇組說 感謝這個劇組 他們都比較開明 但是我相信每一個人在成長的過程中 也是會有那種比較害怕 或者是比較不確定的時期 17年之後 我們也可以把這樣子的勇氣 樂觀還有正能量 就是帶給現在的觀眾 我們藉由這次的活動 能夠把這一個訊息 帶給更多的人 17歲的天空 我們當時拍的時候 是非常勇敢的 然後我們也希望說 這樣子勇敢的狀態 也可以分享給大家 這17年來沒有改變的 就是認識自己 相信自己 愛自己 看到一些原始的樣子 我們做這個電影 其實真的 本心是很簡單的 所以希望能夠透過螢幕 即使經過17年 還是有一個穿越的力量 能夠帶來這個很本心 很初心的一個感動 如果你是17年前 參與過17歲天空誕生的那一批觀眾 我希望你們進來看看17年前的你的初心還在不在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來看17歲天空的 我也希望你永遠記住17歲的 你會第一次看到這部電影時的 初次的感動跟初心 然後抱著這份初心勇敢地活下去